GP-2 GP-2 裡面有什麼呢? 煮劑一瓶 硬化劑一瓶 專用芬蘭一瓶 有一張 有英文的說明書 很重要的一件事 記得不要丟掉這張 有格仔的字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張格仔字 就是貼在硬化劑和柱質的背部 用來開油用的 首先剪下來 我先剪這一張 這個就是硬化劑的 份量 然後呢 用雙面加紙 一會兒就用來貼在硬化劑的背部 貼好之後呢 把大格的四方格 貼在主側的背部 從底部貼水 然後呢 小格這個 小格這個 貼在硬化劑的背部 煮劑拿一格 然後硬化劑又拿一格 再加這個 30-45%的FIN 首先呢 我先開了一個煮劑 下之前呢 要拌勻 好 好了 煮劑就下了一格 蓋上蓋子前呢 抹一抹瓶邊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就是硬化劑 先把調色棒抹乾淨 我們呢 先把調色棒抹乾淨 抹乾淨的調色棒呢 就可以攪拌硬化劑 硬化劑同樣都是放一格 硬化劑同樣都是放一格 一格硬化劑同樣都是放一格 一格硬化劑一格鑽劑 然後呢 放出點多塊 墨長選擇 放好 然後呢 再放一格 每次放一格 放入冰箱 然後蒸出 烤箱 再混合均勻 混合均勻後,加入30-40% 這個專用Thinner 蓋上蓋子 攪拌均勻 這杯 記得GP1或GP2 開多少,噴多少 不要混合均勻 混合均勻後,就會硬 就不用了 噴這些油,一定要有抽風 和自己帶豬嘴 放進去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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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 賣 入口 加熱 為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